大哥你好 我向你打听个人 你知道刘亚军刘大哥吗 刘大能 刘大能 在上门 为啥叫刘大能呢 都能挣钱的 能挣钱 咱哪呢 都上门 是都认识他吗 都认识 你提这位 关键没有不认识 在那头呢是吧 好嘞 大哥可能开铲车呢 刘亚军刘大哥 刘亚军五十八岁 离异 铁路集体企业退休 限收入一万元 家住龙井 住房面积五十平米 你是在这块干活啊 对啊 那干多久了呀大哥 哎呦我这个干的时间可长了 这个我干了四十多年了 就像刚才上来的时候有个大哥 嗯 你叫刘大能 说你能挣钱啊 什么能挣钱 你咋能挣钱了 能干活啊 我就逛出去 一年四季我也不来家 就冬天人说什么看着我 一般人说什么都看不着我 我看哪走 干活啊 都知道 跟前没有不认识 沙场没有不认识我的 我上这来呢 别的地方就这个地方 要是停一段时间 别的地方有 都知道我电话 打电话来过来给我 帮我盖一阵 那样都互相那样找我干 都找你开这个吗 开产生 对啊 就开产生 那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啊 六千块钱吧 打底吧 啊 打底是六千 那最多挣个多长啊 那不一定 最多能挣上一万 郭大哥 最多差不多 咱现在有退休金 啥的吗 有啊 五十五岁就退了 哪儿退休的呀 铁路的嘛 铁路集体企业嘛 也是开车 那时候我们开车 拉木头嘛 一开始 那咱现在退休金是多少 三千块钱吧 你看看 虽说刘大哥已经退休了 但他现在还在开产车 这每个月加起来呀 大哥保底收入过万 这不 即使今天相亲 大哥也要坚持 把剩下的活干完 因为他觉得人就不能闲呆着 得趁着年轻 多干活 多挣钱 我本来我也觉得是自己 有这个三千块钱退休工资 够花的 实际我 我花不了太多够花 你身体好好 腿脚都比别人好 你残疾人能不能干活 那么努力的 干七少大黑 为什么咱们不干 回家呆着干什么 没到 比方说咱们七八十了 走不动了 实在干不了了 那怎么得休息呢 你上别的地方 打工业也不用你 对不对 你也害怕 现在身体挺硬朗 对呀 咱们身体硬朗 而且还有技术 到哪咱们 说了算了 这个活你会不会干 我会干 来我来 咱有这个把握 我走几道 挺胸抬头的 咱们是比你有钱 不有钱的事 我身体好 对吧 咱这样活多有意义 天天赶外面 还认识很多朋友 在刘大哥看来 他现在身体还算硬朗 再干上个五六年 不成问题 毕竟活而干的越多 钱挣的越多 钱挣的越多呀 这今后的生活 也越有保障 咱也不像 别人趁上千万 咱也达不到那个水平 但是最起码的 咱们手里有个 三十万二十万的 过河钱 最起码的 平时挣的平时花呗 万一有个大事小钱 亲戚什么 有个大事拿钱 咱都拿出来 伸手就套出来了 花呗 没有咱上银行球去 趁这儿可多里存 我就喜欢这样的感觉 所以现在 我没事休息的时候 春节的时候 上谁亲戚朋友家去 花钱随便花 咱自己又挣的钱买 以前没吃过东西 咱就买的吃 对吧 咱都买吃 无所谓是 之前刘大哥为了挣钱 在单位承包过车队 也开过烤肉店 而刘大哥之所以 总想着挣钱 也是因为 以前的苦日子 他过怕了 我家以前住的一个房 是草房 毛草房 对 爬爬房 我父亲有病了 我母亲身体也干不了活 反正我是记得 就是来客人没有豆游 我那家里大人打扮你上 小碗室 是什么暑假 你上去去拿小碗 倒一碗豆游 而且都是那样的 我记得非常轻松 那大哥你之前 就被借东西 是不是脸上也 那肯定挂不住的 多挣钱 改变一下家里状况吧 就这样 我一直这个心理 我不说比别人 太强吧 咱怎么一直比上不住 比下有一样 别让别人瞧不起你 如今刘大哥靠自己的努力 也过上了好日子 这一路上说着闹着 红娘也到了大哥的家 可令红娘没想到的是 在外能干能挣钱的刘大哥 把这家里收拾的 也是干干净净的 你看着整不整洗 挺整洗的呀 是吧 都拿衣服挂着 还可以啊 全面衣服挂着 洗完就挂上去了 上面都是白色的呀 我愿意穿白的 白的不紧张啊 洗的洗 我有一时候出去 两天最多两天洗一会儿 出汗的话 我一天一洗 我生活就这样 我自己打理得干干净 立立说说的 别人一来一瞅 瞅这也熟了 就这个意思嘛 自己脸没有地方放嘛 在外能挣钱 在家刘大哥 也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 可早在二十多年前 刘大哥就和前妻 因性格不合离了婚 离婚后 刘大哥独自把儿子抚养长大 如今儿子也算事业有成 可至今还没结婚 儿子结婚呢 没有没结婚 在韩国里面 他在韩国干啥工作呀 他就是电脑安装 我算不懂 这跟电脑有关系 那儿子现在没结婚 那将来结婚 那你是不是得给拿点钱 他用不着我 他自己 房子 后面那张电梯楼 我都给他 刚刚跟他说了 那个房子要 马上就拿来 我现在就给交卸你 是你给他买楼啊 我给他买也去 他自己买也去 就是即使现在儿子没结婚 也没有啥负担 一点负担没有 如今儿子这一套 也能自给自足 刘大哥也没啥可操心的了 这眼看着自己快奔六十了 他是得考虑考虑 找个贴心提己的伴儿了 咱也别说人家要求太高 咱们本身就质量就不行 咱们不像人家高个 大高个 咱多高啊 我也就顶多一米六五 多数 就是身体好 两个人合得来 个头你随便吧 人家相同我 他随便 他一米八 他愿意嫁着我 他愿意 对吧 他领着我 像领个小孩也行 那我也愿意 工资卡 我都一交你 这个钱你就随便花了 无所谓事 没有毛病 这家你就掌管了 这么实声的大哥 那咱们最起码 人家对咱好诚心诚意 那咱们不能说是 跟人家藏一半 也一半吧 那就有点 对不起天了吧 是不是 了解了刘大哥的择偶标准 红娘联系了 家住颜吉市的 张淑梅 张大姐 张淑梅 张大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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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淑梅 55岁 散偶 颜吉住宅公司退休 退休金2000元 家住颜吉 住房面积80平米 哪个是 这个是 出售出租 这是咱家 对呀 那咋还出售出租呢 这个现在不足 我还有别的房子 可以出租 几套房子呀 好几套房子呀 好几套 房姐吗 好几套房子呀 整个就三套 三套房子 我就一套房子 变成两个小户型 就是刚才这个一楼吧 这是两家 我把中间的 这就是咱房子吧 对呀 这个是95平方 我给中间那个客厅的门 往客厅去那个屋门 堵上了 这边是那个95平方吧 一面是40多平方吧 一面40多平方 对一套房子啊 分两家 这样是吧 一年吧 能收入2万块钱 等我那边那个户型 是跟着一样的 那边还有一套 也是从中间给它 客厅那个门 给它堵上了 分两家 也是价格是一样的 都是一年两万 那样是的 那你这两套房子 每年租金就4万了 对呀 你这靠租金 你都够花了 反正这个呢 我在那住 和氏买的 我就给他买 换一个电梯楼啊 这三套房子 都是你名下的吗 我两个儿子 一家一套 然后我自己一套 租房子前他不要 张大姐最开始 在延吉住宅公司 当油漆工 干了两年后 她就自己交的老宝 要说张大姐有能力 给两个儿子 一人买一套房子 这还得从她学美发 开始说起 我在学美发的时候 跟师傅学了一个月 学了一个月吧 之后租个房子 也就二十来坪房子 租个房子就干 便宜啊 给老头老太太 烫头啥便宜 那才烫一个头 也就十块八块的 好像 那时候就是为了 招揽一些顾客啥 对呀对呀 反正烫头的头呢 就是那样 可是层次啥的 肯定要差 我就开始 每年都进修 出去再学习一下 进修完了之后 那人一点点 一点点上来了 我要理得好的话 就算你年轻人 就去了 挣了钱之后 自己就看看买房子吧 那时候那房子便宜 都是之前干美发 挣的钱 对呀 我去我那个到边的房 自己家有房子了 就不租一房子干了 装修好了之后 有一个一事一停 一事一尾的 我就给那五街的 就干美发 就这样 张大姐一点点的 把理发店开了起来 生意也越来越好 那时候开理发店 张大姐每天都忙得 不可开交 我那时候为了挣钱 都是一宿干到半夜的 有的时候赶上过年了 二元二啥的 木屋掉地 都不愿意哈咬剪的 有时候给人剃头 妈呀就手 没吃饭嘛 好像血糖低了 妈就秃秃的 妈抖的厉害 秃秃的 可严重了那时候 那时候就自己 自己做吗 对对对 你一个人洗头 染头剪头 对对对 咱也没 那时候照顾呢 那时候你自己忙不过来 他不行 真的帮你忙吗 关键他不会啊 帮不上忙啊 他比如说给你做做饭啥的 不也行 饭啥的也有时候帮忙 屋里的 打扫卫生 做饭 这个呢 后期我家孩子结婚了 儿子怀孕了 怀孕了 快生小孩了 那我就不干了 就这么 我再得刺个月子 就这样是的 理发店 就是我那个房子 那个直接租出去了 总共干了 干了三十多年 如今张大姐不开理发店 有五年了 虽然那时候张大姐 每天都很辛苦 但还好有丈夫 陪在她身边 可就在2019年 张大姐的丈夫 突发脑出血 永远离开了她 脑出血 喝酒 她喝酒 要喝酒 喝酒喝得越来越来越 喝酒 天天喝 顿顿喝 对 她是一顿得喝多少 一顿呢 也不一定 要是高兴的话 半斤酒 半斤酒没问题 那天是 晚间 晚间突发的 躺着就像睡觉下 就听了 本来都睡得挺好的 就听了熬了一声 熬了一声 接着呢 都吓醒了 赶紧的 这怎么了 怎么了 然后接送一面 就没抢救过来 如今张大姐的丈夫 去世两年了 俩儿子也都在上海生活 这家里始终 就张大姐一个人 她这身边没个伴 是真不行啊 可之前做过生意的张大姐 在择偶方面 有个特殊的要求 人要是说的 年龄跟我差不多呢 她能做生意呢 我还能帮她 这样更好 咋的 你还想做生意啊 对啊 你这开了30多年的 理发店 你还没开过 对啊 我还想 退休了 退休了 退休我一看 我天天上市场 你卖这卖那还挺挣钱的 卖水果啊 反正很多东西吧 只要你肯干的话就挣钱 你现在缺钱花吗 不去啊 不去啊 不去那待着没事 干点也行反正是 就当自己给营生干 趁着年轻你能挣点是更好 做也行不做也行 不只不过是我心里是那样想法 她愿意出去旅游 一块儿就是冬天 咱回东北过了 夏天上南访也可以 了解了张大姐的择偶标准 红娘决定安排她和刘大哥见上一面 俩人同住严急 年龄相仿 甚至退休都想干点啥来充实生活 红娘觉得俩人再合适不过了 可眼看着要见面了 这俩人的状态却截然不同 比较成熟似的是不是 挺好 挺好啊 但这鞋鞋不好看 鞋穿这鞋 看这鞋吧 这尔环是不是不好看呢 也行 也行啊 我是私心的 你相中就相中 不相中就不相中 那我还有啥呀 就来串个门吧 就是 你靠什么 你靠什么 那啥 靠你的性格 你的能力 这种 我别的 没别的美丽 相比要见面时张大姐的紧张 刘大哥这头的状态倒是很放松 不知俩人能否牵手成功呢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哎呀 西克 哎呀嘛 他谢谢了 就那么来就是得了 谢谢谢谢 水果超市 这都不好意思 你看我还买那么多水果呢 是吗 我姓刘 刘刘刘 叫刘亚军 当不了冠军 亚军也行啊 我免 我免个姓张 我叫张树梅 张树梅 挺好听的 不好听 好听好听 他个人确实不高 长相也不均 但是这个年龄呢 是不是 个头长相 也抓得那么死了 这都不是特别重要 主要看的是三观啊 过日子呀 生活在一起 对对对 两个人咋样 对我也是这么想 我给你葱咖啡啊 你这有咖啡 你这有葱咖啡 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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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还想 我刚才说 我回来吧 快开门 看楼 马上去 坐坐 请坐 想说话 那哥都行 就算开朗了 不像有些女的 有的要说话 内向 内向 有话不俗 我就喜欢她 你 憋得不止声 那有话直接说出来 谁都没倒 就这么给你倒一杯 多好 谢谢你啊 这咖啡苦还是甜呢 甜了 这张大姐的一杯咖啡 让刘大哥心里一甜 觉得张大姐还不错的刘大哥 也主动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 我现在大车不开了 开铲车 我这假如说 比方说我在这个工地现在干 12月份开始干 干到10月份都不干了 不要干了 停了 别人还打电话 来 我再干两月 来来来来 就这样 那挺好的 我也不是说 非得干活 差钱 但我那边待不住 葛家待着 你说这个朋友来那边 不是喝酒 但赌博我根本就不赌 你喝酒 总喝酒 喝的一天跨 离岛歪斜 人也瞧不起你 有钱也不搭理你 你出去干点活 认识人是比较多的 还广一些 另外一个 开产车 这是个技术活 脑筋脑动弹 对 眼睛 要不然就耍了 眼睛就耍了 要不然就耍了 对对 确实 他这个年龄 有退休金 应该说 给家待着玩 给家享受的 但是他没有 还是出去挣钱去 那样 他给家待不住 你是不是觉得 你俩挺像 其实我真的喜欢这样的 说心里话 不喜欢听着给家 为子那样闲 我不喜欢这样的 通过了解 张大姐对刘大哥退休后 还在工作这事 表示欣赏 可就在这时 刘大哥提出了 儿子还没结婚 不知张大姐这头 很好的那个什么 鬼祖 对于刘大哥 儿子还没结婚这事 张大姐这头 没有啥顾虑的 可对于张大姐 再找伴 想继续做生意这事 不知刘大哥 会不会介意呢 我是那样想的 如果是对方也是 喜欢做生意的人 两个人一块 就是改市场 还是租个房子 干点啥也可以 这个我也挺赞同 想做点什么生意 或者干点啥 要是如果看好的话 完全可以 那问题不大 有个事业做 人就不像闲的 胡思乱想 就这样 那不是生活充实的 有一说你忘了你说做生意 我也喜欢做生意 是目的的 他完全支持 那你准备要开啥店 你想想 这玩意要是 如果是咱们走到一起了 咱们不想探讨 我喜欢做点什么批发 或者是咱们零售 我有个营生做 要不人没营生 就给你无外无主 人太别医生了 对 这俩人最羞了 多不喜欢打一张 我是不喜欢打的 我是不想做生意 那么咱们就 开车出去留下 玩 咱们自己有车 走到哪 坐到哪 那边就住下 他说 反过来他又说了 要是不想啥 也不想干 咱们就开车去旅游去 去清江 也是我的想法 这都是我的想法 他个不高 长得不近 但是他的思想 思维各方面的 跟我想的都差不多 是心里话 真事的 无论是将来两人做生意 还是一起去旅游 刘大哥这边的想法 都和张大姐 不门而合 张大姐也对刘大哥 好感倍增 刘大哥这头 也表明自己的心意 我不敢 不能说 我说一百个马银 那是瞎话 那是哄了你 开玩笑 但是我是七八十是没有问题 那银你能看中我 你一头挑一头热不行 你得衡量一下 如果是你要有中间 有什么想法呢 我脑子里的那个想法 以前还没啥想法 一八十高克 不不不 怎么怎么的 你想你想破了 像这样的 没有没有没有 学掉了 那还正常过 我也支持 你这么说 对 我也支持 我知道知道 明白 你两个东西 一丑 这家这么大事 找个什么 以前 我年轻 我为公平钱吧 肯定要这么想 但是现在不是那样了 我这个人吧 有这么毛病 丑菌吧 真要是丑菌 他的智慧要胜过 他的长相跟个头 我这人是 用给好汉钱 不给赖汉 当祖宗那活的 别看你个长得矮 长得你 俊到不俊 可是你 我佩服你的头脑 有这个经济头脑 而且你身体好 后半生还能干 假如我 我是有缘分给了你 你能绝对能对我好 我相信这一点 我想试着去跟你接触 接触 张大姐这头 想要跟刘大哥 试着接触看看 而为了让张大姐 更了解自己 刘大哥决定 邀请大姐 明天去她家里看看 我明天呢 8点 8点钟 你睡觉醒了 休息好了 吃完汗 我开车 接着上楼井 上我家艳艳门 这样也行 咱去一下 这样也行 看一下 第二天一早 红娘来到了张大姐家 为了和刘大哥 再次见面 张大姐还精心 打扮了一番 今天这人 特意打扮的 对呀 小琴 对呀 超好看 现在还 是不是特意抹了眼影 对呀 你不相信吗 就得好好导致导致自己 今天特意抹了眼影 漂亮点 打算就是去大哥家 你主要是看啥呀 主要是看看他的家庭条件 干不干净 就家手势咋样 对对对对 看是不是过日子的 对对对 他衣服啥的整的板不板整啊 衣柜啥要板板整整的 那以后再将来有缘 再一起过日子 那肯定不用我操心啊 我是这样想 对对对 原来张大姐这次去刘大哥家 也是想考察考察 大哥平时过日子咋样 而大哥这头开着车 也如约来到了大姐家 这为了和张大姐再次见面 刘大哥在造型上也花了心思 不光如此 大哥这头还提议 要去花店给大姐买花 买送给女朋友的鲜花 买啥花 买玫瑰呗 买玫瑰花呗 为了要送玫瑰呀 我不知道买多少 买99朵呀 买99朵呀 你这怎么卖的 你看99朵是无尽的爱吧 这是999朵 天长地久 来那个吧 为了自己的幸福 该的 该说不说呀 刘大哥这送花的阵仗 真是大手笔呀 就连花店的老板 都不禁感慨了起来 这个大哥还挺老板的 东东真实有意识的 打药 哎 挺好看 真的挺好看 我头一回看你 长这么大 因为你是头一回送花 真是头一回 一次也没有 这是体验体验 鲜花到手后 刘大哥并没有立刻送给张大姐 而是把这99朵玫瑰 偷偷放进了车的后备箱里 他想要等大姐到了他家之后 再给他一个惊喜 那再次见面的俩人 会有啥进展呢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看你知道大哥有啥变化 啊 离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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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离发了 大哥跟我说特意趣的 特意的离发 然后戴个墨镜 显得酷一点 好看好看 大姐有啥变化呀 大姐也是非常尊重 这次的相亲吧 都正尊重 都有准备 所以呢 我也尊重你 你尊重我 裙子好不好看 好看 显得大气 请上车 再次见面啊 张大姐也发现 刘大哥有了新的改变 这张大姐到了大哥家后 四处参观起了大哥的小屋 而大哥也主动打开了 自己的衣柜 让大姐检查 来来来来 这玩意不是说的 玩意走的真板的 全是白衣服啊 屁我都板的 真是真像样 真像样啊 我都不行啊 我跟你比在这方面还不行啊 挺有女人都手术的干净 这事儿的 挺干净的 挺干净的 你看她的柜里头那些衣服 不管是怎么样都整得斑斑正正的 这就比较挺优秀的 我既然选择这样的人了 我就一心一意地过日子了 是不是 我不要求对方长得多个帅 就是实实在在过日子 最主要能对我好 皮肠都强 我认为是 我说我是挺满意的 主要是今后能能对大姐好 那是今后 我们俩说好了 那你想都不用想 出去干活啊 我看你够了吧 想做买的 再说 通过第二次见面 俩人都决定 要跟对方好好相处 可红娘想到 刘大哥买的鲜花 还没有送到张大姐手里呢 那大哥到底打算 啥时候送花呢 我就想 她下楼吃饭的时候 我就打个告 来来来 你等会儿 你看看这后备线怎么开 我告诉你 这遥光器 不搁手开怎么开 搁手开在哪块开 要不你再搁东西 坐车的时候 你怎么 我不像是你开门 你就开不了 就是一个黄的 对啊 你过来看看 接这个话题 不就打开箱 就看你了 这样给他一下惊喜 算着他的心 到龙井来了 家也认了 没人值了 咱们吃个饭 地主之宜 行 我没意见 这不啊 刘大哥借着 带张大姐去吃饭的名义 下楼开车 张大姐这头 还一直蒙在鼓里 等大姐上车后 大哥就开始了 他的送花计划 我问个事 好像门没关 你看 显示了吗 后边 是我这个门啊 就是你开车 智能车 你智能 智能车没开过吧 没有 没有 你来 你下来 我告诉你 等等 这个车 后背下 是什么的 钥匙你拿着 踹套里 就过手里掐的 你也你就行了 脚这么一伸 它自己就开 感应的 如果是不用它 你手开 就搁这 来 来 试试 我能开着吗 不是 不是 我你手得乖的 你扣一下 一亮它就自己开 你看 大哥送你了 谢谢 谢谢 谢花 你好 看着这个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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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谢谢了 从来没 长这么大小 没收过 这么漂亮的 鲜花 你手过呀 没有 没有 一次都你手过 真第一次 从来都没有过 挺浪漫的 确实挺浪漫的 因为我这已经快到60岁了 第一次真事的 我心里非常感动 大姐 你家是多少朵吗 99朵玫瑰 我猜的 第一次手过吗 第一次 第一次 我也是第一次送 真的真的 第一次手过 从来没有 天长地手 是吗 谢谢 谢谢 长长久久 长长久久 天长地久 我也希望我们俩 有这个缘分 能长长久久 像花一样是吧